哇 今天天气真好啊 下雪明天不洗你啊 明天洗 嘟嘟 收到了两盒送给主子们的礼物 单单走 单单走 嗯 这是猫咪的 这一盒我们来看看有什么 哇 好多好东西啊 去除厄运的水逆的猫抓蛋 抓抓抓 然后就水逆就走远了 你走开 乐啊乐啊 哎 哎 行了啊 行了 他就是想搞这个求求 把这一口也打开再说 走开你那个胡子 哎呦 好能搞事啊这个狗 你够啦 这个狗是什么呢 小电视 探索喵星条 哎哈哈哈哈 你为什么要买屎 它很臭吗 这个天哪有求求在想 估计内藏玄机 我来研究一下 我来研究一下 不是你来研究一下 走 猫都没有你这么管闲事 已经开始挠了 如果我们在家中 准备了足够的猫抓板和猫抓柱 并且从他们进家就开始习惯用这些的话 他们就不会挠窗帘呀 床单呀 沙发呀 这些故意了 像我们家的猫就从来不挠沙发 这是个什么产品 这是个什么产品 新产品 五一 我真的很崩溃 你知道吗 这个能吃吗 这是猫薄荷不是狗薄荷 知不知道 来 奶奶研究一下这个怎么装的 快点 你还要打我 还要打我 反了你 来 扭起来 给奶奶装一下 快点 你这个头敲的晕不晕 还惹不惹猫了 研究看看 先下去 这里确实有一个球 但是怎么把它拿出来呢 还是它就是个装饰品 不对呀 这里明明有一个轨道的 好 打包 抽奖 打包 嗯 关起来了 你在吃什么 就随着这个点点吧 这样也不对呀 我猜它就是一个装在那个楼楼里面 然后让猫 在脑装的时候 听到这个铃铛的响声 会比较兴奋的一个东西 跟那个什么轨道都没有关系 好了 球球掉进去了 撒一点猫包盒 摸咪摸咪摸咪响 好了 对呀 妹妹 姿势标准 来 妹妹撒一点猫包盒 你再来 你再来使劲脑啊 除厄运 去水腻 妈咪妈咪哄 妈咪妈咪哄 好了 可以玩了 完了 这个猫终于舍得出来了 好傻哦 娘娘 娘娘 挠呀 这个不是用来睡觉的 娘娘 突然发现有球了 突然发现了 牛牛 为什么总是打大人 球呢 自己把盖子盖起来 来 我要开这个箱子了 快点 起来 看一下都有些什么 妈妈拿出来 你再睡进去 好吧 先把礼物拿出来 你再睡进去 还不给我拿走 这个猫真的是 又小气 又不是你的 待会指甲会断的 跟我抢 管管不要去看了 狗狗不能进来的 这一堆是什么 这个好像是个豆猫包 好像很好玩的样子哦 好吧 好吧 拳击猫又出现了 滚滚来了 给滚滚忙一下 来 不错不错 这个豆猫棒 获得了好评 待会会弹嘴的 手手被缠住了 我们家的猫好奇心啊 听到龚龚刚才在被困的那种声音 全部都来了 好奇心啊 出去 马上出去 出去了没有 马上 出去 当着我的面你就敢搞是吧 给妈妈给 放快点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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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坐 坐 转回 撕带 好继续拆礼物 这个应该也是个豆猫包 看一下 感觉的很有创意 这些豆猫包 这个是一个薯条 好可爱 吃薯条 嘿嘿嘿 嘿嘿嘿 啥 哎哟 这是一个 猫咪欢乐酒 猫咪欢乐酒 干杯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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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妞妞我们来喝一杯酒 干杯 估计里面是猫不懂玩具 上头了 但是这里还有一个 你也有礼物的 我知道你有礼物 萌妙阿姨已经给她送了礼物 还有到 奶奶给一个新的 那知识蛋糕 这个应该也是个动猫干 哇一下子有这么多动猫干 这个是日本料理的猫干 海鲜料理 这个应该能喜欢 因为这个碎碎很长 一个小和服 给哪位小主试一下 再拿上这把扇子 好期待 两件衣服 这个应该是男生的 这件应该是女生的 你们在弹幕里挑两个猫来穿啊 我看你们挑的跟我想的 是不是一样的 这里还有一个 这盒东西真的好丰富哦 什么都有啊 这个又是什么 这是幼稚园的 投水刀 这个我估计小毛帽带 肯定很可爱 一人血疏小毛帽带了 这里还有东西 你看 哦这个东西有用了 这个东西 我们家正好缺 这是一个防滑的餐垫 硅胶的 就如果我们买到碗啊 比较轻啊 容易在地上滑来滑去的话 用这个餐垫就比较好 还有一个煎蛋的 挺好 宝宝你是不是很想穿啊 宝宝那就给你穿好不好 要不要 来 来呀 来吧 不要 弟弟你已经被大家选中了 成为了今天试穿的小模特 恭喜你 你看 开始了 是一小模特 这个才是手手 哎呀好乖呀 我弟 哎呀好乖呀 你得站起来啊 你不站起来 怎么扣扣子 妈妈看能不能扣啊 不能扣好换人呢 妈妈看能不能扣起来 LATER 嗯 好了 配套了 这样就 哇 十分都帅 你长得像个浪人了 现在啊 走到哪里 人家都要把你的那种 想起来我们唐宝宝 之前穿过的和服 非常的好看 我们来给唐宝宣 长腿穿还是比较好的 因为短腿的话 手手露不出来 猿猿 猿猿新衣服 期待一下我们校园穿什么 白雪雪的唐宝 最适合 穿小花花衣服了 把扇子插在背后啊 这样才配套 好了 妈既然你都来了 就给你把口水带上啊 幼儿园小朋友都带这个 带了这个你不就不舔毛吗 对吧 哇 好可爱啊 妈妈 这个餐店呢 它是一个防滑的 铺在桌上或者地上 它都是防滑的 然后水碗呀 石碗呀 可以放在上面 这样它就不容易挪动了 好了 今天呢 开家活动就进行到这里了 我们来看看谁收获的最多 小短腿一家三口 霸了两个猫抓板 霸了两个豆猫棒 唐糖也获得了一件新衣服 妈妈获得了一个口水 乐乐获得了一件新衣服 获得了两个响指玩具 今天最大的赢家 当属乐乐啦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啦 我们下期再见吧 喜欢我们的朋友 记得订阅点赞 给我们留言哦 拜拜 好了 开完了 开完了 没有了 没有狗狗的玩具 我已经检查过了 没有了 你想要玩具的话 就跟你乐哥搞好关系 让它送给你 蛋蛋 衣服你也穿不上 你是个小胖姐